不少人都會帶小朋友一起去露營 順便享受一下家庭樂 如果想煮食 順便增加與小朋友之間的互動 可以試下今天這個 牛油果醬 青瓜茄蛋 比德包 這個菜式同樣不用帶cooler box 很多人說不懂切牛油果 其實我們這樣繞著一圈 剃完之後我們這樣拎一拎 用刀剁一剁 扭一扭 就可以整顆核就起了 我們就加點鹽 加點黑椒 再加上蒜蓉和洋蔥蓉 捏均就可以了 我們用墨實袋就因為方便 我們就這樣放進去就可以捏融它 做好醬之後我們就在這裡剪角 就可以擠的了 青瓜來講切幼絲 有些芝和醬 例如有小朋友一起來 他們可以一起玩爐作 或者玩手工一樣 一起去夾這個餅 如果真的要均衡一點 有蔬菜 有碳水化合物 如果有些蛋白質 我們帶肉是不容易的 其實煮一隻蛋 也可以有些蛋白質 我們就在Pretta Bread開口 就好像一個袋子一樣 擠一些糖油果醬 夾一些材料 自己喜歡哪些就可以夾哪些 在市面上我們可能會看到較多人 用Tortilla去夾這個餅 但我覺得Pretta Bread可能會飽肚一點 始終在戶外可能要跑跑跳跳 消耗能量就會多一些 所以最好吃得夠飽 而這個菜式又健康又容易做 平時我們香港人經常說吃烤餅 其實烤餅都有很多種 較常見的就是這三種 這隻是我們今天會用的 叫Pretta Bread 是來自中東的 這隻叫Lawn Bread 我們經常吃印度咖喱時都會看到的 這隻叫Tortilla 是來自墨西哥的 它以前是用粟米粉做 現在都變成了做麵粉做 三隻烤餅的成份其實差不多 不過Lawn Bread的油份可能會多一些 其實有得選就不要回香港 我如果香港再好努力去做事 好多力賺錢 都未必可以有這樣的生活 覺得香港其實比萬局還亂 那不如回香港